高雄市观光局先前办理料理职人口袋美食活动 就选出了30间锅物好店 其中就有两间获得了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而冬天除了吃锅之外 观光局也邀请民众到六龟宝来 不老温泉泡汤 还可以到茂林区欣赏美丽的紫斑碟 翩翩飞舞的美景 无论是麻辣锅还是羊肉炉 天气转凉很多民众都喜欢吃火锅暖暖胃 高雄市观光局先前办理料理职人口袋美食活动 以汤头手艺肉类品质及火锅料选择为评断选项 共推出30间锅物好店 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由这个部落客 美食部落客还有就是我们这些餐饮界的职人达人 或者是可能餐饮工会的理事长 或者是各个大饭店的主厨 一起来评选出来的这个30家的 精选高雄火锅的店家 那里面的种类非常多 就包括这个台式口味的 那也有这个东北口味的 然后也有这个港式口味的 日式口味的 那还有一些非常在地特色的风味火锅 比如说像土鸡层啊 姜母鸭啊 或者是大家想到的各种口味 那也有那种个人锅 或者是说它就是很澎湃 菜色特别的丰富 那也有这种CP值超高 其中岡山区的旧市羊肉 以及湖内区的湖东牛肉馆 还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公共局表示冬天除了吃锅外 也是适合泡汤输压的好季节 推荐大家可以造访 名列台湾十大好汤的 六龟宝来布老温泉 还可以欣赏山中精灵紫斑碟 群舞飞行的卫美景观 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高雄市观光局的高雄旅游网 那不只是我们的官方网站 那还有我们的脸书IG都有相关的这个资讯 可以查询 那最重要的是来高雄吃火锅 不只要吃火锅 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利用冬天的时候 能够来享受温暖的高雄的阳光 最重要的是其实也可以到我们高雄的六龟 还有布老地区来泡泡温泉 那除此之外 现在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赏碟的一个季节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到茂林区来看看我们的子班碟 根据统计台湾一年就有四百亿的火锅商机 由于多样化的食材都能够化为火锅料 让火锅成为台湾人心中最密不可分的美食 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上一锅 观光局要请民众规划一趟 软乎乎的高雄火锅之旅 再来泡汤放松心灵享受高雄的暖阳 再来泡汤放松心灵享